有多优秀 因为声音非常纯净 然后又完全 你没有办法用所谓的音区和技术去形容它 因为它太特别了 之前其他的帮唱的情况好像你跟周深也参与了 对吧 对对对 是去帮唱 对对对 那个结果怎样 那次帮唱输给他了 那这回呢 准备想把这个机会再夺回来 那倒没有 打个平手 没有想那么多 但没想那么多 因为那次帮唱 其实我是也是 纵观当今的华语乐坛 OST资源最多的歌手是谁呢 我相信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歌手 应该就是周深 2022年才开始没多久 周深便已经发布了束手OST 各位可以看看这张图片 这种资源是让人羡慕的 除了OST以外 周深今年还有一个好消息 成为了天赐的声音的音乐合伙人 和众多实力前辈歌手平起平坐 OST不断参加综艺和前辈歌手平起平坐 29岁的他为何如此的优秀呢 1竞争对手 先说OST领域的佼佼者吧 只考虑Vocal歌手 诸如张碧晨 郁可为 胡夏等歌手的OST资源 都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诸多的歌手大多有局限 声音特质上也并非完全不可替代 但是周深不一样 周深的声音几乎是没有办法模仿的 超高音区仍然带有较多的 凶声输出的能力是其他的歌手没有的 另外 近几年新出的新声代走Vocal路线的歌手 在Vocal方面的表现只能用差劲来形容 基本没有任何的竞争力 给大众印象最多的似乎也只有一位善依纯了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种情况 周深更受青睐 2 个人实力 这一点几乎不需要质疑 周深的唱功便是其中最大的优势 歌手当打之年播出的时候 高孝松就已经说了 周深有人能替代你吗 大张伟此前在节目里也说过 周深你怎么还没火啊 高超的唱功 如今的爆红 其实来的已经晚了很多 像周深这样的本身实力就超群的歌手 几乎看不到有什么下降的空间 反而是一直处于持续进步的状态 这样的歌手自身拥有着较高的人气 众多影视剧自然就乐意邀请了 多遍的嗓音基本适配大多数的OST 南嗓高音又为歌曲加分太多 而且我相信的是这样的声音 喜欢的人是远多于讨厌的 我觉得这些问题是 他把唱歌当跳舞去对待了 就是可能跳舞要力度 但唱歌其实是要一个自由度 你不能东汉莫年分 你一定是要在一个地方 东汉莫年分散过 不过天天不休 儿女经常被乱失作用 谁来煮酒 你要有重有情 3.综艺感 综艺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很多的歌手演员 并不一定适合参加综艺节目 回顾众多的综艺节目 不难发现 很多原本口碑不错的明星 因为在综艺节目上的一些表现 而拥有了更多的黑粉 这其实就是综艺感导致的 有的明星参加综艺就是容易招黑的 但是周深就不一样了 印象里周深参加的综艺节目 并不仅限于音乐综艺 比如大家熟悉的《青春环游记》 这是一档真人秀综艺节目 周深在节目中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为自己吸引了相当多的粉丝 良好的综艺感能够制造更多的节目效果 让一档综艺更加的好看 所以这也是为何诸多的音宗都挺综艺周深的 一个有实力人气有高综艺感还好的歌手 怎么看似乎都是一个加分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